出什么事了 营救刑都马上终止了 把你派出去的人 都撤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顾同行同志死了 是自杀 这件事情 主要责任在于我 是我没有看清问题的严重性 我会将上级 请求处分的 这个时候 不是个人见到的时候 除了对他的家属 进行必要的帮扶之外 必须尽快搞清楚 这件事情的具体细节 昨天夜里 顾同行突然提出 请杨小八给他修剿的要求 没有想到蔡眸城居然同意了 并且亲自到监听室 监听他们俩的谈话 这是顾同行 和杨小八的谈话录音 听完以后 我们再详细分析 好的 你怎么会这样的 顾同行这一死 杨小八就成了关键人 我估计 蔡眸城要不了多久 就会亲自出门 说服杨小八 到工作队上班了 看不见 开门 谁啊 开门开门 来了来了来了 你还 还坏了门怎么跑 蔡将军来了 蔡将军 光临寒舍 真是蓬毕生徽啊 你好啊 杨报长 好好好 我好 你也好啊 小八师傅在吗 小八不在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不叫他干什么去了 要不这样 到韩社一坐 我给你沏茶 我们一边喝茶 一边等他 不客气了 下回有机会再喝你的茶 走了 真得不坐一下了 不坐了 好好好 慢走啊 慢走 你是没吃饭吗 那四爷请一茶 那四爷 对不起 对不起 四爷 来 来 来 要不要我告诉你 该怎么私活人 三个上子都不会 我就奇怪了 这边老板 这边这边 这不是我四爷吗 拍头挺足啊 小巴辣子 四爷 有事您吩咐 可把你小子等回来 不是 你们四爷你老等我干什么呀 民族繁茂青燕哪 有好事 好事 走吧 别别别 四爷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清楚 你别闹想着把我带走啊 又想给我下套 找齐齐了是不是 哪敢啊 柴先生请你吃饭 你能不去 怎么又请你吃饭呀 这回是真的 我可跟你说 别让柴先生等你 听到没有 上次的生活在怡春院都说好了 那怎么又吃饭呀 那你问他去呀 走吧 不是 四爷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还是真怕奸拆了 我说你小子 别动走 别动了 走 走 蔡队长 就这样了 你看啊 这几个仓库啊 平时都是空着的 你看看 符不符合你们的要求 嗯 不错 好 蔡队长 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 想向你讨教一下 就是这些仓库 你们打算用来做什么呢 江州的经济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了 甚至到了近乎萧条的地步 市民们冤声在道 而我们工作队 每次查抽伐末的商品数量也不多 再次投放到市场时 往往就是一抢而空 功不应求 所以 蔡将军有了一个想法 把我们查抽伐末的零星商品 积攒起来 积少成多 再达到一定数量之后 再投放到市场 这样做 多少能安抚我们金 让他们能买到一些 需要用的东西 宋团长 这些仓库 就是存放查收物资有的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明白了 蔡将军的意思是 不但要借用您的库房 还要请您安排专人看守 宋团长 怎么样 有什么困难吗 蔡将军交代了事情 就算有再大的困难 我也尽全力克服 你船边要用 哪来 你船上 啊 你船上 你船上 行 你船上 我送你四个字 英雄好汉 这 陈先生 这 这 太梦了 小巴拉子不明白啊 上次在怡春院 你给了我面子 我今天实话告诉你说吧 那次喝完早茶 是我安排的人 把你拉出去活埋的 我就是要考验你 结果你啊 宁死不出卖朋友 你说 你是不是英雄好汉 柴先生 原来是您安排的呀 我都快吓得尿裤子了 后来我还听说了 在监狱里 你小巴拉子给顾同兴修脚 谈笑逢生 根本不把于彪放在眼里头 想想看 这气势 这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吗 柴先生 您给我讲了 其实吧 小巴拉子我 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 我每次过桥吧 我都小心翼翼 我生怕掉进河里 至于为什么被活埋 也不出卖年 那是因为 我敬佩柴先生的为人 全江州都知道 柴先生从不轻易请人喝早茶 就为了这个 我到死也不会出卖柴先生 好 今天呢 我是一来请你吃点东西 二来呢 我是要告诉你 我最欣赏和喜欢 你这种江湖上讲道义的人 把这酒干了 陈先生 您真的过奖了 但是为了您今天这一句话 小巴拉子 记一辈子 干 终于是 你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